9月初全世界手机市场的重要大事 这苹果正式发出了秋季发表会的邀请函 这是官网 这一次的活动时间是在当地美西时间 9月9号早上10点 刚好是台北时间9月10号的凌晨1点 这是主视觉 这个是唤醒Siri非常重要的ICOM 这一次大家认为说 好像有融入一些intelligence AI的一些概念在里头 无论如何这次哪一些的亮点 先为您整理出来第一个时间点 9月9号听说 他们专业也是说 本来他们的时间是安排在美西时间9月10号 但是怎么这么刚好 遇到了贺锦丽跟川普第一次将要进行电视辩论了 所以赶快提前一天 否则模糊了焦点了 这次主题叫做It's glow time 三大的新品发表 第一个当然众所瞩目的iPhone16 这次重点是全系列搭载A18的晶片 要为AI的功能做准备了吗 第二个是智慧手表将会更薄 萤幕更大 第三个耳机的部分 馅料将会进行更新 无论如何时间定了 这个邀请函是真的上次是假的了 好 苹果的股价最近 股灾之后持续的往上反弹 即将要挑战前高了 苹果股价长这样 苹果发表会之后 苹果概念股会长怎样 会有多大的换机潮 哪一些概念股 现在正预备器 关键请您上台来 怎么看待这次发表会 登场的相关概念股 好的 我想其实这个苹果发表会 我相信应该是这几年来 我唯一会想看的那一次 为什么 因为至少一个Apple Intelligence 这东西应该是 真的是相当的有趣 虽然说现在我们看到 他说好像真的要上线 怎么样付费服务 可能是十月份以后的事情 不过我想毕竟 他至少会秀给你看 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毕竟你看到苹果这一次在AI里面 他已经是落后人家 三星有AI啦 中国大陆的手机 你去使用联发科的天机 九千三系列都有AI了 就你还没有 我问你 你有什么手机 我现在是用苹果啦 我现在是用苹果 所以我也希望说 他赶快赶上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其实苹果厉害在哪里 他后来居上能力非常之强 他通常就看到你 你用的不错之后 我再用 像无线充电 如果没有苹果使用无线充电 我相信现在大家很少人 在用无线充电 这一次我去这个 我发现到这个应该说去日本 我发现到这个商务仓 都有无线充电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这都是苹果帮忙 因为苹果手机有无线充电 大家才在无线充电嘛 对不对 所以回到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标题 事实上苹果这一次 你看到其实最近 应该说这最近的美营报告 我们记错应该是 前两个礼拜的美营报告 他说这次iPhone 会有更多的硬体升级 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 尤其iPhone有12亿的用户 就算你要不要换机 可是这次因为 要用Apple Intelligents 除了我这一代 因为我是去年才买的手机 我这一代的一个Pro Max 还有这个Pro可以用 但是你往前去的都没有得用 所以你被迫 你要用Apple Intelligents 你要换机哦 所以他说什么 有12亿用户 现在其实未来怎么样 出货空间可期 就是换机的空间可期 就是为什么 因为Apple Intelligents 这个所谓的问世 加动触动换机循环 所以这12亿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之吓人 当然又有人不想用AI 这个另当别论 然后他还提到说 现在是拥抱iPhone上升循环的好机会 看好iPhone2024到2026年从事成长 出货量 今年是年增一百分之一 没什么对不对 明年百分之七 然后在后年百分之五 然后分别来到2.28 2.45跟2.57一支 你说真的 你光把这三个加起来 不过大概多少 六还七而已 对六还七还不到八 他有12亿用户 会不会全部换 很有可能全部换 因为苹果的果粉是有黏着性的 跟其他的安卓手机不一样 你可能这时候使用三星的 明年可能使用别的手机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 也包括中国大陆的海通证券 因为部主管普德宇 这个台湾人 他说 他看好苹果明年的iPhone17是大循环 是明年不是今年 现在是 这是明年的大循环 所以要等到 他把时间拉得更长 等到明年会更好 其实大概都差不多 如果你看到明年 符合箱子的预期 对很符合 对不对 把时间再放眼到多少 2026 好像也是2026 没有错 他认为苹果啊 接下来2020年下半年 稍晚会推出什么 折叠iPhone 我们等很久了 我们等到新日期已经从七八十块 涨到两百多块钱去了 对我们等了非常久 一旦这东西推出之后 我觉得又有更多人想换苹果 对所以去看到这一些跟iPhone 有关的一些个股 其实我们看到是下一页 事实上这一家公司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我今天本来想要讲鸿海 鸿海说真的 鸿海现在都说他做AI啊 他也不说他做苹果 那我们就不想讲他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 这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 也跟大家报告过 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的一个震威了 其实震威这家公司 你说他是苹果吗 他是苹果没错 他应该说他不只是苹果 他是苹果 他也是能源股 他还是AI算力股 所以这是什么 三合一的股票 而且他是能够一条龙服务的 就是他连AI算力的绿能 他都能服务的 那苹果他做什么 他做Type-C的连接器跟连接线 还有包括卖苹果的Studio A 也是他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苹果部分 占比是很大 所以多半你过去去看 这个苹果这个震威的业绩 下半年都特别好 因为下半年有新机 可是这几年换机潮不好的时候 震威业绩就不好 可是今年你可想而知的 今年明年后年换机潮 会非常的吓人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 打包票没问题了 能源部分 事实上我们过去在这时间 跟他讲过了 其实他是什么 通知光 风 水 气 大平台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绿能的 对不对 包括他手上有什么 深微 深微能源 永微投控等等的 这我们就不多做分析 另外在AI算力 就是前一阵子 为什么找到九十几块 因为AI算力部分 他跟优必达 灰达子公司 成立的叫 优威AI绿能超算中心 这部分事实上 未来要提供算力租赁 我们跟他讲过 算力黄牛 算力租赁这类的东西 我们看到下一张字卡 优威AI绿能超算中心计划 持无比例 正微百分四十一 深微百分之十 所以这两个加强五十一 还有控制权 对优必达 灰达总额是优必达 日本公司持有百分四十九 他第一期要投资二十亿元 建置一百二十八台伺服器 其中有什么一千零二十四张 一千零二十四张H100 他是国内最大的AI预算中心 会比辉达现在现有的台北万 班倍算力 台北万大概就是一半 大概是五百 五百一十二张H100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他等他建好之后 他就第一名了 那中期是什么 分散式的超算中心 要做什么 他要买GV200 他要买GV200来做一个投资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这个这个一千张 一千一零二十四张H100 这是华硕出货的 然后呢另外长期呢 他说依这个分阶段来做开发 以自备电源的超算中心 因为他现在电源哪里自备 他跟申威买就有了 对所以我也不需要跟台电买 我申威就在发电 我申威就有风力发电啊 对不对 然后呢他目标 我说上次我跟他讲过 这目标我最欣赏了 台湾算力称霸亚洲 有没有做得到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把这目标放远一点 你把目标放在太阳 射错了是要月亮去 对不对 所以称霸亚洲 真的是我说真的不太容易 但是呢你把目标放这么远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蛮优秀的一家公司 所以他短中长期的一个进程规划 都已经出来了 没有错 所以回到刚刚一个字卡 事实上因为他不是只有苹果 我们刚讲的嘛 他是苹果能源AI算力 还没有结束哦 他在做消费电子部分 他说他看好低谷卫星 他们也有做 对不对 AI PC 他们也有代工到一些部分 还有怎么样 伺服器产品 其实他们多少都有做 为什么他敢这样玩法 因为就是我的资源 我的集团资源是够大的 我们看一下K线图好了 前一阵子我们讲完之后 他股价来到95.4 这一段好像也是我们讲上去的 对不对 回来了 刚好回来 不多不少 刚好回来这边 刚好是六十几块钱左右 事实上也回挡到 应该回挡到一个相对 相对低档的时间 甚至你回挡 我们看一下这个投信买卖超好了 这投信厉害了 这公司投信操作是100分哦 买在低档卖在高档 现在卖到我今天去查一下 投信持股临章 对不对 买在低档卖在高档 卖完了 现在怎么样 又回到低档区 会不会开始又买回来 我觉得很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如果你要布局一个 超算中心 你要布局一个 所谓的能源的话 这家公司能源超算 他包括什么 这个所谓的一个苹果 都可以布局 郑威过去的股性是什么样子 很活泼啊 你看他要涨是可以连续 这样一路涨到下十几 对不对 一路涨到下十几 然后95块钱 但是刚好我这问题说是怎么样 刚好回档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应该风险 应该是蛮低的 OK好 这是郑威 来第二个 怎么看台光店题材 台光店其实呢 这个股价就是高嘛 但是还是很便宜啊 这本益比 其实算一算 本益比都是二十倍 二十倍上下而已 那台光店其实今年以来涨的原因呢 从去年到今年涨的原因 是因为AI 我们知道嘛 提过很多次的 GP200最高阶的CCL M8的供应商 就是台光店 当时台光店跌破四百元的时候 我还记得跟大家讲到 因为市场他讲说什么斗山抢走了台光店B100的订单 结果呢 现在说B100不出了 对不对 现在就B200啊 就GP200啊 这部分都是台光店订单啊 所以当B100不出之后 有些券商又开始对台光店的看法 又变得很正面 那因为今天主要是要谈苹果 还是跟他讲到苹果 苹果手机无乳素机板供应商 我们当初有讲过 为什么 挥达这么喜欢台光店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苹果 他为什么能够打入苹果的无乳素机板供应商呢 因为他的CCL特别耐热 所以呢 你看到GP200 或不管是挥达H100 H200 其实都是要很高的热能 所以为什么台光店 后来医药变成第一个供应商 然后呢 他的产能啊 近乎全产全销 资本支出增加55% 今年 然后呢 最近的新闻是什么 结盟的增加公司叫真顶 等一下会看到真顶 真顶就是标准平衡供应链 深化材料研发跟智慧制造 事实上他占比不高 因为他很多地方去做AI的 但是你要去买这种高阶的一个CCL材料 不管是华通 不管是真顶 都要去跟台光店来买 华通还不只跟他合作这个苹果 华通还跟他合作什么 跟他还去跟这个 跟他合作低轨卫星 我们看一下K线图好了 事实上也刚好最近跌下来 这一波 其实这一段好像是我们讲完 他就一路涨到这里来 对不对 但怎么样 最近跌下来了 刚好都是在这边支撑区 我个人认为 其实如果说你认为这市场 说真的没有什么下跌的理由的话 回到这个支撑区 事实上支撑区差不多回撤到差不多之后 他就有几往上走了 对不对 而且你看到前波高点 其实五百五十块 这边也到五百块钱左右 所以现在连五百都还不到的话 其实我认为可以风低布局 了解 好就是台光店 来接下来怎么看 真顶来 好了 其实真顶华通 我们讲过非常多次 上一次我们讲真顶的时候 这句话叫什么 ABF载板 我说船 ABF载板 已经获得台积电采用了 当时是船 现在不是船 现在是老板 沈董事长告诉你 我们的ABF载板 已经通过 两奈米的重要厂商认证 现在有做两奈米的 台积电 台积电 他应该不是出给三星的 我们就当他出给台积电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从传闻变成落实了 变成落实了 然后呢 当然主要是什么 今天的主题是苹果嘛 他苹果软板主要供应商 他占比是百分之五十二 百分之六十二百分之七十 对不对 那他同时也是全球高阶的PCB 跟IC载板领导厂商 IC载板就是这个所谓的ABF载板 那董事长也有提到 就是陈董事长 折叠机 AI手机 手机 我们都有完整布局 我们先看一下K线图好了 他也跟着台积叠下来 所以你看 又回到我们上次讲的 一百二十元附近的买点 真的非常刚好 所以是不是上天眷顾大家 给大家一个好机会 上次讲完之后 是一路涨到一百六十块钱 因为我们刚讲的 就达入二奈米嘛 对不对 那回到这刚刚的一个字卡 另外一家公司 华通 是我们刚讲的 其实华通也有做软板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刚讲的 就某一家公司的单子 很可能是留到 真顶跟华通 所以华通最近的法说会 包括座谈会 最近比较多是座谈会 这公司讲的是非常乐观 非常乐观嘛 他是全球最大HDI版 HDI厂 供应苹果全产品 你能看到的产品 包括连我刚讲的AirPods 裡面的软板也是华通供应的 手机里面HDI也他供应的 第三季 他说第三季显然大于第二季 泰国厂第四季就要试产了 其中怎么样 他说低轨卫星占比 他其实华通也看有低轨卫星 这部分这个毛利特别高 低轨卫星今年占比到百分之二十 明年成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也就是说如果成长百分之五十的话 代表明年低轨卫星 变成什么 占比到百分之三十 那如果百分之三十的话 可能少一点点 对不对 另外包括什么 AI伺服器跟CPU的一个新产品 认证当中 事实上我们今天台股 很多跟CPU有关的都涨翻天 而且怎么样 他们你不能说没有基本面 他们本益比都是非常非常之高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如果说你哪天看到 华通的CPU产品认证过了 开始要出货的时候 那股价怎么可能 有让你这么低 七十五点六 事实上真顶 最近八月份六月份的法初也提到 他们也有什么 光通讯产品 也是在 也是在耕耘当中 光通讯产品 这部分其实 一旦过的话 我认为对他们本益比来讲 都很大的提升 来看一下华通 今天收七十五点六 没有错 其实真的很巧合 都是回到相对的支撑区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投信买卖差好了 其实前一阵子 是投信卖下来的 没有错嘛 应该说投信卖的时候 他力士往上走 对不对 现在怎么样 投信开始怎么样 开始做又回补的动作 而且刚好呢 其实这一次 你看到应该说 股灾当天六十一点 六十一点 六十一块钱左右 而且这个缺口是完全回补了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这边应该 应该是低档有限的 好 这是华通的题材 所以在接下来 如何反映 苹果即将要举行 秋季发表会 各股操作面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同场加印一下 来看一下今天外资 连续五天 在台北股市现货市场卖超 但是卖的是不看好的吗 买的可以追吗 来看到今天 很有玄机 外资买超第一名的是 星光晶 还买了 原达台湾五十反一 银剑股的黄昌 还有一家统一 永风金 富邦金 联军长行 来记起来 外资买超第一名 新兴病的 星光晶 外资卖了什么呢 卖的是要并他的中信金 刚刚递进给金管会 说他要买了星光晶了 还有群创台新金开发进来 这行我先问 外资买超第一名的是星光晶 卖超中信金 跟台新金要并他的 但是投信的买超第一名 也是当事人买了中信金 一来一往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来来去去 以及你看好谁 好的 我觉得我个人猜测 中信金为什么买到 899零张 应该是ETF买的 对不对 因为他本来就是ETF的成分股之一 所以这是被动式的买盘 跟什么并购是没有关系的 我这边看了一下 唯一只有一档股票 可能不是ETF买 可是ETF可能也有买 叫做什么叫茂莲 因为茂莲 因为茂莲 对不对 这些其他应该都是ETF买出来的结果 好ETF买 那我们就不管他 那我们再观看外资 买超第一名的星光晶 卖超第一名是要并他的中信金 怎么一回事 当然大家在等这个14.55 对不对 可是说真的真的会到吗 因为中信金不是完全收购 中信金是收51% 收完为止 他要讲如果有70%要卖给他 他也没办法 他也收51%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可是老实说 老实说说万一真的9月16日过的话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庆祝行情 对不对 所以你看外资的操作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都是短线的外资 这应该不是真正 真的是好心要去买这些外资 这个永峰金 富邦金可能是好心真的要买的 对不对 这个联均可能是外资 真的看好去买的 可是这个应该是这种 短线外资的操作 好那我们切一下新光金的股价 你说如果按照当时宣布的价位 是一个现在空间可能不大 对 第二个是 你如果现在买着新光金 我就说我就等 等到时候中信金来取他的时候 我卖给中信金 中信金只要买51% 如果买超过了 你不见得能够顺利的丢给中信金 没有错 因为其实公开申购 公开收购是这样子 到时候去登记 对不对 很可能百分之一百分都登记给他 除了这个吴家不想给他之外 吴家不想卖给他之外 大概几乎剩下的散布登记给他 万一登记得超过51%的话 你很可能就是用抽签的 那可能抽不到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老实说这个14.55 跟昨天最高13.35元 已经有点接近了 事实上你在这个时候买进是有风险 好这是新光金 那我问中信金 中信金外资今天又卖它 为什么外资不看好中信金在接下来 因为现在中信金递件了 如果两个礼拜之内 尽管会没有否决的话 他就可以并了中信金 甚至于大家觉得他剑指是台信金 为什么外资不看好他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因为毕竟这个14.55元 真的是有点太高了 但是这是我的看法 我不代表他们 他们有各种精算的模式出来 所以假设今天 他们并购失败的话 假设啦 假设中信金失败的话 中信金我就有机会涨回去 但如果没有呢 我想可能就要承担新光金 大家知道新光金的特色是什么 它的里面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 虽然说今年第一季 今年上半年会不错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不是把这个 应该说出价钱 打扮好看一点 这我不晓得 但是我们跟他讲到 其实为什么外资会变成 说去卖中信金 我个人认为 他们的想法跟我一样 认为中信金的价格出高了 因为你要知道 新光金长期的 吴东亮 吴东静两个兄弟 对不对 长期的在一起 他们很清楚知道 对方值多少钱 当初为什么 这个财信金 不多出一点钱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当然我说真的 这是我合理的怀疑 并不代表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问 因为毕竟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接下来 到底能不能病得成 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操作中信金卡位的话 风险大吗 如果你是存股族 我认为就是往下买 风险不大 好机会 万一万一 万一并购失败上去了 就并购就算成功的话 我认为其实反映这个 这个付出的溢价过高的部分 也反映差不多了 那我是不是这么说 接下来这场婚事 恐怕中信金的操作价值 可能北新光金还要更大一点点 更多一点 应该没错 了解 好 这是在今天 为什么投信以及外资 操作的焦点都在金融族群 这冠金的观点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还有一档我要问 外资今天卖超第二名的是群创 群创的股价打一下 我们昨天才说 群创上个礼拜因为减资 所以关了一个礼拜 暂停交易 昨天一打开之后 马上跳空涨停 不啰嗦 一个价格锁死到底 今天把昨天的缺口补了快要一半 怎么一回事 隔日冲嘛 昨天说真的 昨天能够反映到这么快 买到掌停板的应该很少 那今天隔日冲 看到他没有上去 他就下来了 就丢出去 对 虽然说我们知道 这个所谓的面板级 面板级的散出型封装 这个东西真的很热 没错 可是我说真的 你怎么不去做小支的就好了 对不对 小支的像什么什么 阳城三四九八 你做那个就好了 你做他便宜啊 他很便宜 便宜是一回事 他股本很大 你很难抬得动 对不对 很多人在里面 可是我们就看一下阳城好 我们看三四九八阳城 稍微看一下 其实你做这就好了 这个距离前高 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你看到今天 为什么能够走那么强 这不是没有道理 我就是选小的来做 然后大的部分呢 说真的没有错啦 有储分厂的利多 友达有储分厂的利多啊 为什么友达不涨 一样的道理 我这样讲 所以你比较喜欢小的 股性比较活泼 做起来比较有感 好 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有一些个股在今天 虽然没有亮 但是他上下震荡的幅度 非常的大 有这些 这些都是正幅欲十趴 也就是说 他不是开高走高 他可能是开低走高 飙涨停 正要高峰 罗生引汉东台 我们先大看两档好了 高峰跟罗生 今天怎么涨的 高峰看分时 今天是先行开低之后 攻涨停再回来再一次 所以这个当冲 如果会做的人 一天可以做好几趟 来我们先看第一页 这些正幅欲十趴的 你觉得谁在接下来 可能还有戏 选有EPS做 事实上哪家公司有EPS 正要有 对不对 高峰有 罗生比较没有 因为他是零点零几元 所以那赚不到什么钱 对不对 东台也有EPS 而且东台现在状况是 东台的股价又够低 所以我认为这一页的话 以我的选股来讲 正要高峰 还有东台应该是OK的 来下一页呢 同样政府玉石爬 这些也都是先开低之后 工厂停 这个你看好谁 我说真的 这些很多公司 像这个价位 我这无法接受 他一定是单子接很多 对不对 这是我们刚讲的G2 G2西家集团其中之一 就是智盛 军豪跟军华 对不对 甚至包括像这个 我们上次跟他讲的 生阳半导体 也是他们这个集团之一 所以这个价位 我觉得我比较难接受 可是他你说的不好 他好得不得了 他就是半导 PCB转型为半导体的先驱 所以这也是OK 可是这个价位 我无法接受 可能比较低一点的 像什么侨服 应该是OK 我大概是这样认为 好来第三页 第三页 利基 你刚刚提到的杨诚 世纪刚 军豪跟冒联 来你看 冒联一定是OK的 然后世纪刚 事实上今天算是利空出境 为什么 因为今天媒体写的很大 就是说经济部 可能要放弃三之三 还是接下来的一个风电部分 可能要放弃国产化 国产化对他来讲 影响有多大 他就是国产化受益的 可是其实我们之前 跟他讲过 你也不用担心他的问题 因为其实他现在很会做 他现在很会做 所以就算你不要国产化的话 人家单子才是要下给世纪刚 世纪刚来 今天外资的看法 连卖了一整个月 今天转买了 今天世纪刚 以一根带量的黄黑 突破了年线的板压 怎么看世纪刚的下一步 谈上来应该是往这边去靠近 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现在跌太多了 三百七三块跌到一百七十三 这跌了两百元 而且你说基本有很差吗 我觉得基本不差 是让他获利跟华城差别不大 对华城现在华城跌很多 华城跌四百多块 还跌六百多块 他现在多少才剩两百多块 我认为续谈的空间还是很大 了解 好 谢谢冠金 请先回座了 在今天把外资进出的热门股 以及今天盘中震荡幅度 比较大的热门股超测 所以一起告诉你了 还有一个现象 尤其今年以来台股很流行 母以子为贵 这旗下有个小金鸡 谁接下来要来报恩了 休息一下正好告诉你 好 这一波以来 除了很多中小型股很飘悍之外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今年好多是母以子为贵 如果旗下有一只小金鸡 股价表现不错 获利表现不错 这母公司营运就吃大补完了 今天非常重要 正好我们请您上台来 到底这个母以子为贵 旗下的小金鸡 谁要来报恩了 谁祭底的爆发力 有机会火力全开 对 因为现在这个母以子贵 是这样 由我转投资 所以这个应该会包含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说 集团股本身就有 但只是说有的集团股 养出来的都没有那么漂亮 那有时候就很难讲 那还有最近很流行一种 就是联盟 因为今年有几个联盟太成功了 所以看起来有可能会出现 越来越多联盟 因为发现这一招还不错 那我们就看一下 今年成功的几个案例 第一个母以子贵 最 现在最亮的 应该就是这两个 就是均豪跟均华 那当然基督经联盟当中还有 就是东西东台还有那个制胜 但是我们先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均豪均华 它主要是这样子 因为它其实有均华 一万六千多张 那但是因为均价算出来 它不到五十块了 可是我们要看一下 均华它现在在1050左右 所以你如果扣掉五十块的话 一张是不是赚一百万 一千块的话 一张赚一百万 但问题是它有一万多张 那这样算多少 一百六十亿 可是均豪的股本是十几亿 算起来的话 如果真的要算了 真的是大补完 潜在的一列子 大概就刚好出下来一百块 所以这两次长得很像 长得很像 我以为你是整个镜面 这样子投射下来 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题材 我能够靠着 因为均华比较贵 均豪比较便宜 我看着均华去操作均豪 这是安全的操作策略 目前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讲 我必须讲一句实在话 就是说 当然刚刚换星也讲过 也热门 里面的玩的人也很多 所以说就是 也有本益比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就是说 因为它现在这个价格 如果纯粹就数字来看的话 均豪一百多不算很高 本益比当然是一个概念 可是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设备这一端 它实在是上中下太齐全了 因为你看有两千的 有刚上一千的 两千的是谁 就像那个红色他们 然后有那种六七百的 就加登他们 刚上一千的均豪 然后刚上一千就均豪 然后你往下又有那种一百多 刚上一百的 你再往下又有四五十 这一串它实在是有点太整齐了 所以那个比价效应是非常活泼的 对 所以有时候这一阶在动 这一阶在动 这一阶在动 然后又轮到这一阶在动 就一直这样子 你除非说最上面的这几支 最重要的 比方说领头的 你像红色他们有拉回 可是现在看起来又没有 而且看起来红色还没有走完 它走是非常的稳 所以我认为这些应该都还没有结束 均豪切一下K线 我们交一下 因为均豪比较便宜一点点 如果要看着均豪来操作均豪 或者是说接下来这个位阶 操作策略你会怎么找 我是认为是这样子 如果这两根不看的话 其实很容易把 礼拜四礼拜五这个地方解成 要拉回 因为这个等于是过高出黑棒 有时候你过高出黑棒 就等于是要拉回 那就所谓的攻击失败 但是因为它这根黑棒 你看它隔天吞噬掉了 然后昨天是有一根上影线 你这样子拉一条趋势线来看的话 这个就必须要解成换手成功 因为它换手成功 这有一个要件 就是说大家在看均豪到底要不要上一千 因为你一十九百多的话 均豪不敢过去 它就上的 人家就上了 所以就形成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就要讲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看它做 可以的 现在就因为最热也是它 那再来的话就迅州 迅州的话 因为这个康全电讯 印度的这个电信的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你看下面 康全电讯 这走大长多格局 这支股票其实真的是涨蛮多的 从最下面这个地方拉起来看 不到五十块 到现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看它 重点还不是它涨很多 重点是时间跨距 它时间跨距从去年拉过来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结束 它是从去年的二十涨到 今年的快要一百五 对对 但然后我们来讲就是说 迅州算比较客气 为什么算比较客气 它今年五月才比较有表态说 我有一个很争气的儿子 对不对 早就可以出来讲了 对不对 它等于是 这已经涨了一年多了 大家受不了 买个迅州吧 真的是我看你这真是受不了了 就有你这种概念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迅州是比较落后半年去发 去这个发酵康全的嘛 这个就表示说 后面应该还有机会 因为它隐含的那个 你去算它隐含的这个 大家想象空间 它至少是最近半年才发动 可是你仔细想 康全人家长一年多了 长到真的是受不了了 算了买个迅州吧 那种感觉吧 所以它的逻辑也可以去看着儿子做妈妈 对对对 如果是一开始就一起涨 我就不会这样讲 那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 迅州还是有点机会的 只是说当然也是属于热门股 大家就看一下技术性 来做操作 好 这群母以子为贵 然后第二个逻辑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整个 什么集团股都要算进来了 有的时候此股也不是这么多 好那刚好很巧 刚刚冠青有讲到 这正微跟深微人缘 那我可能就不太讲太多 但是我讲一个正微的那个时间轴的概念 就是说它之前的涨幅 刚刚大概已经看过了 可是它大概都是修正 它们三到两到三个礼拜整理 它就会再供应第二段 我们这边用那个电脑看一下 你看它大概都是一段走幅 涨完走出 它的时间轴整理 大概都差不多两周 半个月 对 那这次是间低嘛 所以整理两周 应该是要准备打双底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字卡 那我就不多说 那因为深微能源这次也有机会 因为能源是我们国内比较重要的概念 再来就这个新应财 那这个也很巧 刚刚有提到 不过我这边稍微讲一下 新应财 它现在虽然在新贵 送件 这准备要上OTC 所以这个如果上OTC的话 概念不一样 有一些股票 它条件很好 这条件够好了吧 半导体的化妆材料 那如果你在这个新贵当中的价格 转上市贵的话 市场上有时候会给你更高 除非你在上贵之前 那个一到两个月给人家拉很多 可是你看 新财它真的很乖 我讲真的 它这个真的很标准 它等于是 因为它在新贵是没有涨跌幅限制 但是它也没有乱喷 对 它等于是2023年涨这一大段 它题材是对的 但是它今年就是很手分 压着一直都不动 你看 它应该要动是不是 完全有机会动 因为现在半导体的材料这么强 它算龙头 然后它条件又很好 刚刚讲光组 然后你看 所以它这个整理这么久一段时间 我认为它真的到OTC 它其实也有机会跟军华一样 去挑战那个市卫署 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那如果它挑战市卫署 就长华了嘛 所以你看长华 它是这个礼拜才开始有点加温 这个其实就是持有信息财5000多长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 可是它长很多 我觉得这个不见得要去追它 因为你现在心情才没有动嘛 那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挂OTC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 如果是未来有拉回 可以做这一段 但是我现在讲 我讲三个步骤 可以做这一段 就长华了这一段 但是等到它真的去挂OTC了 直接拼它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更方便了嘛 所以现在有这一段长华 玩一下 然后它是去OTC 看它什么时候挂 说不定它时候就直接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法人 因为反而不买新贵 它可能会买上贵嘛 到时候就看一下 我觉得逻辑是这样 好 这个逻辑不错 这是第二个产域有互补性的更好 第三个逻辑呢 那我们现在来找几个新的 就联盟当中 那刚刚讲东台 这个其实今天应该要讲一下 因为那个 他们那个大联盟 东杰东台 均好均滑的人 价格最低 所以没话讲 但是之前它没有涨到 几个概念 第一个它工具机 那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 半导体的领域 切入半导体的领域 我觉得其他的这些概念 包括就是说 它的设备 机台 基础心理工 大部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可是我觉得有一条 真的是新的 昨天的新闻 就是说一直说要切入半导体 它昨天新闻就全新的 说那个切入艾斯波尔的供应链 这个就真的是全新的 如果你以前都完全没有反应过 这一段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应该要跟这个 半导体的设备厂 来做一个比价的 然后它本身又是 这个机器人的概念 那它刚好跟阳城 两个去参加过机器人的大展 阳城的话 就是这一次设备 自动化设备大展当中 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 首先第一个 它也是红海家族的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 刚刚讲讲到政大 因为它是红海家族 这一次就是说 所谓面板散出型封装 我们讲就有一个玻璃基板 玻璃板这个设备 能够出的厂商 其实不是那么多 它有出 很重点 第二个就是重点说 它红海家族的 然后玻璃基板的装卸 玻璃板它其实很重 然后还有一个表面 时刻的装备 所以它今天看起来的话 从低档带出一个量 这个应该是今天 第一天刚刚进去的买盘 刚刚进去的买盘 然后这两家公司 同时都有机器人 跟设备 加上半导体的概念 进去面板散出型封装的供应源 这个地方看起来的话 前高应该是有机会去做突破 我问一下 上一次出大量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蹦蹦蹦就上去了 这一次跟上一次 上不上 有没有机会复制呢 这个我认为是 其实越过机会还是蛮高的 我讲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一次股灾 股灾我们怎么看 股灾的话 大盘的一万九千六十低吧 很多的股票 它其实破千低 对不对 你看这两只股票 它们都是在股灾之前 最后的多头 多方的格局里面 但是这一次股灾下来以后 它的低点都没有破千低 跟大盘不一样吧 因为跌了四千七百多点 你不太可能不跌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是回到起涨点 重新有买盘进来的话 应该是要准备越过前面的高点才对 了解 好 这是后发先制 来 最后的概念是什么呢 其他的我就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我刚刚讲过嘛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联盟 大家发现说 不错 崭新的概念 现在有出来一个叫玻璃七百联盟 所以昨天有这个新闻嘛 泰森涨第一根涨停 后续可以看一下 成交能不能直接放出来 那这个制胜 就是基督西当中的另外一档 就是刚刚冠星讲到的 那联军 联军这个叫矽光子联盟 这个其实看起来的话 联军走势是比较坚穩的 因为他这次大盘 拉回来四千七百多点的话 他在季线就守住了 而且看大概只有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然后就收一个下影线 然后隔天就没有再看到季线下方了 所以联军是极少数 这次在季线下面只有跟大家见面一小时的 但就上去 你就没了 这个应该是要准备挑战 而且他有一个背离 背离的状况表示什么 洗手了 看起来的话前方没有压力 最后就是冬结 也是他们基督西联盟当中的 其中的另外一档 那因为他的位置比东台高 所以大家今天没有去买他 可是我认为 以他的价格来看 他们这个大联盟 其实在走个两三天 他应该也会往上再走一段 也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后续的发展 精彩了 谢谢郑华的整理 请先行回座 就是母一子贵 延伸出哪一些的题材 哪一些 真的这小金鸡好争气 有机会待望妈妈 操作策略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昨天 孙明德主任来上节目 他提到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他说 美国领准会现在降息降定了 但是日本跟台湾 恐怕要关注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会不会反而会升息 因为我们的经济 有一些底气 国发柜今天最新公布七月的最新景气对策信号 记得吗 六月转为了红灯 七月份又转回来黄红灯 到底最新景气如何 休息一下 王健全副院长告诉您 今天最新消息 国发柜最新公布了七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了 记得吗 在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三十八分转为了红灯 这次七月减少了三分来到了三十五分对策信号从红灯现在转回来黄红灯 两个数据很重要 第一个工业生产指数退了一步 海关出口值也往后退了两步 到底目前景气状况如何 景气太好 昨天孙主任提醒了 我们怕升息 景气不好 各行各业都刷在等 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王健全副院长来 副院长到底现在景气如何顺风还逆风 景气复苏其实是确立的了 不过因为最近刚刚是因为凯米台风 所以对这个整个出口值跟工业生产指数 有点回压的压力 基本上还是往正向的发展 所以其实最近主机总处公布大概是三点九 我们中间估计也是三点八 所以今年的景气到接近四% 所以看起来整个新增的出口订单 都在五十%以上 未来六个月的展望也在五十五点何% 听起来不错 所以是乐观 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要同样一个论调 为什么就是短单期单多 长单比较少 所以他说复苏的确定 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扎实 包括客户存货 因为客户存货为什么会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景气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不敢太大地拉火 所以还是在比较差一点 景气你看这个客户的存货 还是在五十%以上 为什么 因为美国景气在往下修 中国经济看起来还在盘振 而且这主要国家的2024年 2024年的景气不如2023 2025可能又不如2024 所以还是有一点风险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说的是甚甚乐观 好所以客户即便下单也只敢下短单或集单 现在还不敢看得太远 对了解 对好 那这个看起来比较表现比较差一点 就是基础原物料是在五十以下 就是表示是是在五十以下就没有那么扎实 那台湾的基础原物料 基本上指的是一些工业用纸 一些石化的原料 不像外国的一些非铁金属 跟石油的 所以我们看起来 就是说这里面也会用到 就是景气户书没有那么扎实 所以呢短单多 所以我不敢拿货 所以原物料虽然在上涨 但是我还是少少的买一点 所以还在下面 好我们先说明一下 那这是七月份的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的指数 黄色这个部分是六月份六月 然后这个是七月的 那七月其实是比 跟比六月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呢还是在五十percent上 还是在扩张 对 还会反映到景气对色信号 它也是往下修一点点 但是呢还是在五十percent以上 这一次减少最多的是来自于 电力跟机械设备 电力机械设备是工具机制 这些东西 工具机为什么 因为是美日 这个日本跟中国的双重甲企 中国比较低阶的工具机 那日本呢 他是高阶工具 可是日币呢打了七折 因为日币在贬值 附严想那我很纳闷 我们的机器人股 其实就是工具机概念股 是 长成那样子 为什么实际的体感差那么多 这个就是一个叫 叫这个不平衡的复苏 其实现在我们看起来 就是传统产业表现比较不好 但传统产业呢 只要比如说机器人 这个电力机械设备 跟重电的 跟AI的 跟半导体的 跟这个自动化的 这个都是表现比较好 但是一般来说是比较差一点 那像化学表现的比较好的 这是成长幅度比较大的 但是它是跟什么比较好 就跟上游的原材料 特用化学 还有半导体相关的材料比较好 所以现在就是叫不平衡的复苏 就是高科技比传统好 那高科技里面 又是跟AI相关的 先进制程比较好 成熟制程就比较差 那传统产业里面 你如果说是一个升级的 或者是一个跨域的 往AI走的 往半导体走 往ESG走的 都表现比较好 所以告诉大家 必须要升级或转型 了解 所以很极端 有AI 有升级的 比较逆取的部分 表现是比较好的 OK 好 这是制造业的 采购经济主义 PMI MMI怎么看呢 NMI事实上是稍微下跌 最主要是 这是服务业的采购经济主义 对对对 是因为最主要是 我们前阵子股市有大跌 那央行深准一马 加上最近因为新案贷款 看起来贷款有点乱 所以这个央行启动 第六波的信用管制 加上前阵子国际航运价格 又稍微回跌一点 所以看起来服务业 还是正向的发展 但是稍微下修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像这个运输仓储 还有这个批发 因为这些跟电子业相关的 都有点下修 你看这次下修的幅度最大 从六月的五十八下修到五十 已经快到这个扩张分水岭的上下 对对对对 他们跟半导体 跟这个跟电子业有点关系 电子业前阵里有些股票是在下修的 那下修就会有一些影响 是对 因为批发跟这个电子的商务则 是跟电子业的批发有点关系 所以电子业的龙库对他也有相信 但是电子业里面比较跟AI 比较现金制造好 但是比较跟传产 比较这个成熟制成的 比较这个下游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好 电子临足就没有那么好 是 好 这次成长幅度 在服务业采购基因的指数当中 成长幅度最大的是零售 零售指的大概是 零售就是因为夏天的旺季 夏天很多冰品啊 这些一些这饮料的一些旺季 那当然百货公司也有点周年庆 也有点影响 那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黄市会不会跌 黄市现在就因为新清安贷款 所以有点乱 所以开始有点回跌 但是台湾为什么不容易跌 因为台湾的超额储蓄率有15% 这个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的17% 什么叫超额储蓄 就是说你储蓄下来 没有去投资的部分剩下来 你看韩国日本中国大陆 超额储蓄率他储蓄很多 但他投资也很多 他超额储蓄只有2%3% 台湾居然高达15% 等于说由资很多 对 所以人家以前说台湾籍 硬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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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超额储蓄有十几兆 每年还一兆在累积 我们的保险又三十几兆 而且每年用又几兆在累积 为什么 台湾是全世界第二大悬崗保险的国家 所以台湾的钱真的太多 那副院長 如果說現在超額儲蓄的比例這麼高 對於房市什麼樣的影響 短期內當然會有點新鮮代官 會有點修正 但長期來說 其實房市還是比較長期往正向的去發展 你看我們從兩千年來 第一個2002年SARS開始跌下一點點 到了2008年 國際這個金融風暴 那時候又跌了一點點 但是這一次的那個COVID-19 其實下秀之間很短 所以臺灣的股市 房市基本上是一個往這個向中 你覺得這筆資金除了房市之外 當然股市也是 但是臺灣的人其實買房子的人 比多 股市的多 你看美國人基本上 你看Apple一漲漲十年 美國人基本上是買股市 有錢人是買股市的 臺灣有錢人是買房子多一點 美國的股市是一漲 Apple一漲漲十年 所以其實亞洲國家跟歐美國家不太一樣 因為亞洲國家房市 第一個是大家需要有土式有菜 第二個 房市是跟政府關係好一點 就還可以掌握一點政策的力度 我們從這邊延伸出來 如果現在臺灣的超額儲蓄這麼多 第一個進來房市 第二個進來股市 美國接下來資本市場最大的事情 就是聯準會降息 聯準會降息 怎麼樣影響著臺灣的超額儲蓄 聯準會的這個 如果它降息的話 當然資金會少出來 臺灣這一波 其實跟大陸也有點關係 大陸經濟不好 所以很多的錢 很多國際的郵資也會跑到臺灣來 所以臺灣這一波股市 在亞洲漲是領先的 跟NASDAQ差不多 日本 當然臺灣漲了二十幾趴 日本漲了十幾趴 韓國大概漲了五趴 那NASDAQ漲了二三十趴 所以是這樣子 那這個聯準會降息 大概是今年的估計 大概是7月 那時候本來是想說 7月降息的機率 但是維持不變的大概九成 所以7月不漲 但是到9月的時候 會降息一碼的大概84.6% 到了這個降息兩碼 到了11月的時候 會再降息一碼 機會到52% 所以看起來聯準會今年 可能會他們的估計會降兩次 降兩次 那大概是兩碼左右 所以一次一碼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有人估計說 最近這個 因為美國的市場不太好 所以剛剛冠軍講說 如果降息兩碼的話 那就表示可能是比較 緊記不太好 我就要問這個 有哪些不確定性 是 我覺得臺灣這波 雖然說大家覺得說出口不錯 成長率都很高 但是扣掉機器的效應 臺灣其實這波的負數 不是強勁的負數 而只是一個正常的負數 扣掉機器效應 也就是說 以前機器低機器 所以我們看起來漲得很快 但事實上如果扣掉機器效應 其實只是一個正常的負數 不是一個強勁的負數 所以不能太樂觀 對 那出口接單 其實出口接單是在這樣走 但是出口接單 成長率已經開始趨緩 代表就是不是那麼強勁的負數 那再來就是主要國家 美中硬函 2024年的景氣成長率 不如2023年 2025年又比2020年差一點 所以景氣從今年開始 是往下開始慢慢的下樓梯的 這個是主要國家 特別是美國跟中國 那美國當然就是 因為最近大選 所以把景氣撐在那裡 大選之後 可能要稍微觀望一下 有媳婦要見公婆嗎 特別是如果川普選上 川普的幾個政策就是 低稅率 高關稅 落美元 再加上管制移民 低稅率 高關稅 落美元 管制移民 所以這個 雖然短期經濟會好 短多 但是會長空 因為他會不會造成二次通風 造成緊急往下走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那中國呢 復蘇向棉花糖 怎麼說 不知從何著說 棉花糖你拿起來 軟軟的 你不知道從誰 沒有著說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說 他會做一些反應 但是呢 現在因為量體太大 現在大陸只能是以 以時間換空間 以拖待變 恐怕是這樣子 而且三中全會呢 其實還是維穩 結構改革 短期刺激的方案 並不太多 是 好 所以這個是接下來的 不確定性 那我們做個小結論 接下來的景氣 大概有哪些的重點關注 好 第一個好 就是極單 短淡多 復蘇正在正常軌道 但沒有完全紮實 那第一個 第二個是不平衡成長 我們一直在講說 雖然這次不是一個很強勁的復蘇 但是呢 AI驅動的半導力 特別是先進製程非常強 但是成熟製程 就會比較差一點 那傳產裡面 就是比較比高科技差一點 像最近史化 你看台塑世保表現得不很好 但是呢 你只要跟特用化學 跟這些石油的上油結合 跟醫學就覺得表現比較好 那機械業呢 跟這個縱化 跟自動化 跟AI跟半導體表現 接軌的都表現比較好 所以告訴你 傳統產業必須要升級 必須要轉型 所以M型化了 要往高端 往先進製程 往AI 往升級走 是 那中國落化時間可以拉長 可能會影響到傳產跟高科技 這裡面告訴你說 中國大陸房地產 最近依註了三千億人民幣的貸款 但是呢 從野村至少要三點二兆 杯水車薪 加拿大機構至少注入五兆 所以告訴你 這是杯水車薪 所以中國大陸 只能以時間換空間 對 那短期呢 三中全會還是以這個結構改革 大於短線刺激 所以呢 中國大陸其實這波的情況 會拖得比想像中來的久 是 所以跟中國相關的一些傳產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太好了 好所以 產業目前的狀況是復甦 在正確軌道 但是不扎實 更何況在美國 美國的經濟到底好不好 因為現在有選舉撐著 有可能經濟輕易其萬 所以到底接下來 會不會如同副業長所說的 可能是短多中長空 如果是真的這樣子 我要延伸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選舉完之後 到底整個的美國經濟 如何牽動全球的資金 第二個是 八月初的股災 全世界無一信念 會不會再來一次 如果再來一次 我們手中的資產 股市 債市商品的黃金油價 到底該怎麼應應 休息一下 不想持續告訴你 等一下 先不要走開 前線百分百的觀眾朋友 好可不可以告訴你 我們有新的理財頻道 請鎖定 Stay Rich 小資理財藍圖 歡迎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每個禮拜二 禮拜四晚上 會有新的影片上線 投資理財千萬不要錯過 小資族懂得善待自己 享受生活 培養品味與興趣 也要懂得理財 做聰明的消費者 每一筆花費用股票 ETF 基金 無痛增加被動收入 做有原則的投資人 每一筆投資 靠紀律 膽視 理性 降低風險 贏得報酬 Stay Rich 小資理財藍圖 影片每週二四晚間上線 我是余林 陪你一起分享財富自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掌握最新資訊喔